Hello 我是老雷 不好意思 我这个地方有点吵 各种车在那跑而且还挂风 但是我没别的地方 不是在外面吧 sorry 昨天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四月之声 其实不是那个视频本身对不对 是跟他有关的那个精神 就是那种反抗的那种 或者是一堆人很多人在那批判一些 看政府那种精神 我们只有继续关注对不对 继续看 我昨天说过我不乐观 我觉得过一阵子会不了了之后 会没有了 我依然这么想 我希望我被打脸 你知道吗 我希望我是错的 但是好像目前为止是这样 尤其一个细节让我这样觉得 我昨天都没有说过 其实我昨天没有意识到而已 不是那个视频有各种版本吗 有一些版本挺有创意的 对不对 但是很多转发的那些人 他的精神是什么 就是加了一些字啊啥 感觉好像是要商访 网络商访 不是吗 就好像那些人他们 他们 要么是真的希望 要么是假装希望 把上海的真相告诉北京 那我在想 你要是 你要是装的 我就不说你了 但是如果你是真心的 你以为北京不知道吗 你以为 你以为这一切不是北京搞的吗 就是上海当然是政府有一些 管理方面的一些错误 对不对 但是你以为上海是一个 有任何主权的一个地方吗 你以为它是一个民主社会吗 开玩笑吗 精灵政策是谁搞的 我儿子平平不是吗 所以说这个 什么网络商法 上放个头啊你 真的 这个我这样说的很难听 其实我不想骂人 但是 有的时候真的看似觉得 有点无奈 另外我看到两种评论 让我不舒服 第一种是五毛 各种美国是多少人那种 你懂的那个调子对吧 我昨天晚上 在我睡觉之前 我看到很多那种 突然一下 就看到很多那种评论 我还以为是不是谁 把他们安排过来的 就是各种 地霸出政那种 后来就 今天早上看一下 我不知道 我收到的评论太多了 还是啥 就没有看到很多 五毛的人评论 就放心了 第二种 让我不舒服的评论 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 自我种族主义吧 就是一些中国人 在那评论说 中国 中国人这个民族不行 好像 中国人是没有骨气的 剩下来就不行 那这种 基因论 我就不参与了 我真的被有心道了 我跟你说呀 我觉得你可以 你可以 了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的历史 他的文化 这些可以了 但是你拿什么那种 好像中国 生出来就不行 那种调子说话 我就不想理你了 知道吗 我不是 不能理解 中国人 中国人经历了 毛胖胖的一个年代 先是 内战 对不对 然后是毛胖胖的一个年代 什么大跃进那种事 文化大革命那种事 完了之后呢 八十年代突然跟你说 好 我们现在改革开放 向前看 大家向前看吧 我不是不能理解 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会觉得 那我就向前看吧 过去的那些 那些很乱的那些 各种社会运动 我再也不要了 各种 说革命啊 或者是 改变的那种 那种调子 都不想听 我觉得很多人 很有可能 就是有一种精神 觉得 或者是有一种 基本上的一种 一种生活态度 就觉得 好吧 上面的人是一个傻逼 但是上面有一个傻逼 总比很多傻逼在那 在那 在那互相整要好 对不对 我不想被他们整 这种精神我能理解 我不支持 但是 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 有一点 有一点包容性 而且我们可不可以 不要讲种族主义 什么中国人不行啊 中国人没有鼓气 哼 屁 好 说完了 祝你们好运啊 祝上海好运 哎呀 刚才看到了一个洋五毛 一个 那种大外宣呢 在那说 自己啊 这一次这个疫情啊 在上海的一个老外 我跟你说呀 这一次这个上海啊 疫情啊 风筝啊 他的冰箱里面呢 他缺乏冰激凌 喝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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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得不停 我们番范子